我认为这条文章是要你形成一条平方式的平方式 而它的平方式是1-√5-2和1加√5-2 你见到这里有两个平方式的平方式 现在它要你形成一条平方式的平方式 即是你的答案的解释就是 某某的x2加某某个x 再加某个constant等于0 这次你的答案是一条方程式 就不是一条数字 那做法是怎样呢? 我们就可以把其中一个root叫做alpha 另一个root叫做beta 我们就先找他们的sum和root和product root sum和root就是alpha加beta 就是这两个分数加起来 分母相同,分子就直接做加数 最计算是正1 而alpha乘β 就是1-√5-2 乘1加√5-2 分母2乘2就是4 分子要用公式 a-bx a-bx a²-b² 即是1-5除4 就算多是-1 你用sum和brother root 之后呢 那么这个equation就可以写作 x²-1 紅色的負1就是把α加β的正負值相反 α加β是紅色的正1 所以x的 coefficient就是負1 而α乘β是藍色的負1 所以直至這個重點就是負1 這條就是你要的方程式 當然,你說我的負1x不寫出負1可以嗎? 直接用x²-x-1可以嗎? 是可以的 x²-x-1就是你的最終答案